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八月的爱用品 是八月其实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很好用 所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首先先从喝的开始说起 那最近我经常熬夜 就是看西眼 然后看很多很多 所以我有一天就是看自己的脸色特别特别不好 然后我最近在喝的是这个 哈奇家的胶原蛋白 那其实我买了两款 那这款它是美白款 我给大家大家看一下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有九个妆 我已经喝了三瓶了 为什么就是 我喝了三瓶就跟大家来推荐 是因为我真的看出了效果 就是整个皮肤 痘痘削得特别快 然后就是毛孔有细致 还有就是真的是肤色亮了很多 我没有涂任何东西 因为我懒得连护肤品都不涂 所以就是只是喝这个 就是然后我整个肤色 就是完全提升了一个亮度 然后它不单单是胶原蛋白 它的美白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就是会决定一直回购这一款 然后其实我还买了他们家普通款 还没有吃 所以说以后如果觉得那个也好 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现在是觉得这款美白款特别好 然后它一瓶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不大瓶 所以就是可以就是喝掉很快 对很快喝掉 然后一天我就喝一瓶这样子 护肤品的话最近超爱用的水 就是这个La Perry家的 那这是我前段时间买的 我应该也用半个月了吧 反正我觉得它的效果就真的很好 就是它保湿度很高 然后涂在脸上也非常的保湿 然后之前应该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它的水并不黏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水是清爽的 因为我不喜欢就是黏黏的水 很像那个我在用的戴科家的水 它有一点点黏 所以就是有一点点滞豆 但这款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用量也非常省 所以很喜欢这个 那精华的话就是这个 La Perry家的这款精华 这精华真的太好用了 它是anti-aging的 但是用在我脸上 我不是为了看皱了 我只是觉得它的精华涂起来非常舒服 然后我化妆前和晚上都会用一下 因为就是好像之前视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不长痘痘嘛 才用它 才一个晚上 那个痘痘都自己扁下去了 就很夸张啊 然后我也没用什么去痘的 现在都是在用这个而已 那粉底液的话 最近都在用这个 娇兰加的 然后我现在脸上也是用这个 它真的遮瑕力超级超级好 然后很适合干皮 因为我是很干的皮肤嘛 它这款完全没有脱皮线下 而且就是 我现在都没用遮瑕膏了 就是用它 因为它的话只要涂一层 然后你再用一点点粉底液 盖在你需要遮瑕的地方 它就完全可以遮到 而且就是非常好推开 味道也非常香 所以说最近一直在用这个 然后就是Shortuvery家的粉饼 这个粉饼我用到有点点凸下去了 因为我才干买耶 我用到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凹了 然后真的太太太好用了 这款粉饼虽然它是雾面的 但是它并不会让你起皮 因为我是干皮嘛 它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它比较保湿 但它又是雾面的 而且它遮瑕度也很好 所以我就是这个粉饼加上 刚才娇蓝家的粉底液 就是完全不需要用到遮瑕的那种 然后用完它之后 就觉得那个整个粉底 就是有很服贴在那个脸上 就也不会掉妆这样子 然后一天也没有补到什么 然后最近用的工具有就是 这个 这个是Kosei家的海绵 平常话我用这一头 就是我刚才刚用了 就是来按压粉底 就是我涂完粉底用刷子之后 然后还会有点刷痕嘛 我就按它 用它按压 然后这一头 就是拿来涂那个粉饼的 就真的超好用 如果大家用这个来涂粉饼 真的效果比用刷子上更好 然后这款海绵的话 其实我买了挺久了 然后一直都没有在用 因为我之前是想把它拿来用 BB气垫 但是说真的 我也很少用BB气垫了现在 所以就是几乎没有怎么用它 然后最近又发觉到 这个功能就是 一头可以用粉底液之后 就一直在用这个 真的超级好用 而且很便宜 我记得是十多块新币而已吧 就很便宜的那种 那最近化美都是用这个 安娜苏的眉粉 就是我用完就觉得 真的太好用了 就是很后悔 怎么没有早点买的感觉 那它这个颜色的话 是这样子的 就是黄色和那个棕色 还有一个深棕色 这样子的和 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深色 但是我很少用下面 我一般都是用这个上面 然后平常就是拿那个 它里面自配的眉刷 就刷眉毛 它是棕黄色的 所以特别适合我现在头发颜色 很赞很赞 很好上色 然后也很好看 所以就现在一直在用这个 那最后一样就是推荐 Shel Tobe加的眼影膏 那这个颜色是那个 Marie Antoinette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 很早之前买的 不是这次新买的 但是最近为什么又喜欢这个颜色 是因为我现在眼睛上就是在用这个颜色嘛 发觉到了一个神器 就是这个DUO家的这个 它这个头是有点海绵头嘛 然后真的太好用了 那平常我会怎么用这个眼影膏呢 是这样子拿这个眼影棒 就是粘在里面 就是把它直接涂在那个眼皮上 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用的那种 上色非常均匀 然后把那个眼影膏整个颜色带出来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哎呦我头发干洗的好湿 然后就是特别棒 然后很推荐这个 怎么讲眼影膏和这个一起用 好啦这些就是我最近爱用的一些产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